510解题说明 第一小题在名次分析工作表 我们点按要完成内容的编辑 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在A栏是超信成绩 超信成绩是优等的 题目已经帮我们抓取了 在此可以看到利用LARGE最大的 也就是优等的成绩 最高分的他是第一名 那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人数的统计 如果这边假设是两个人 那代表优等成绩98的有两个人 所以这边的第二名 其实他是第三高的成绩 所以等一下这边我们完成以后 这里会跟着会做变动 以此类推 接着我们点按 C3储存格 利用多条件的技术 在此输入等号 Counterif 好 看到Counterif点按两下 再点按一下fx 第1个条件 一句题目 就是要找到超信是优等的 所以我们利用 换回名称 按f3 超信 按确定 超信是优等 点按a3 我们等一下要用复制 所以要将a栏做固定 再按f4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 将a栏固定以后 接着 第2个条件 按f3 血液成绩 按 确定 血液成绩 第1名 是在v3 储存格 点按以后 人数 有两个 好 没有问题 按 确定 完成以后 可以看到 第3高的成绩 是93分 接着 在c3 储存格 右下角 点按两下 做填满 复制 完成以后 将c3 拖曳 选取到 c7 按右键 复制 接着 在e3 储存格 按右键 贴上 在g3 储存格 再点按以后 按右键 贴上 完成人数的统计 接着看第2小题 要建立 枢纽分析表 来统计 血液成绩 依照 兼具 人数 2-a 我们点按 成绩工作表 在范围内 任意点按 一储存格 接着按 Ctrl a 选取 成绩表格的范围 建立 枢纽分析表 点按上方 插入 左方 枢纽分析表 以及题目要求 放为 成绩表格 没有问题 存放位置 点按 已经存在的工作表 放为 自己点按 成绩统计 以及题目要求 在a3储存格 再点按一次 放为 按 确定 列标签 点按 学业成绩 拖曳到列 接着 将姓名栏位 拖曳到 Sigma值 1 姓名 做人数统计 一期题目要求 V3储存格 两位名称 要改成 自己输入 人数 两个字 2字B 要按照 学业成绩 制作群组 我们点按 列标签 范围内的 任意 储存格 接着 选取 上方 群组选取 项目 开始点 最小值 60 结束点 99 没有问题 兼具 5 按 确定 上方 设计 左方 报表版面配置 以列表方式 显示 可以看到 栏位名称 变成 学业 成绩了 2字C 绘制 枢纽分析图 点按上方 分析标签 右方 枢纽分析图 一记题目 请组直条图 没有问题 按 确定 图表样式 点按上方 设计 选取 图表样式 是 位置 将图表 拖曳到 C3 开始的 储存格 右下角 到 K17 放开 注意 範图是 C3 到 K17 不要放错了 最后 2字D列印设定 在旁边 点按以后 上方 版面配置 版面设定 右下角 横向列印 缩放比例 缩放比例 120% 对齐方式 点按 边界 水平 至中 按 确定 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在NX.CSF EX05底下 将原来的EXD05 改成EXA05 按 储存 接着 打开提固练习系统 数课评分 结束 中文字幕